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逢假日就塞车 二把手次事半调拨车道 接下来清明连续假期将是交通状况 采取弹性调拨 只要双向车流量呈现3比1 就会进行调拨 让车行顺畅 公路总局出动人员穿梭在车道中 沿路摆放交通锥 这里是基金二三路要道 是通往金山万里的联络道 但每逢假日就会出现车潮 上一回228年假首次事半谈性调拨车道 由于成效良好 警察局近日邀请了公路总局 进行事前的演练 将在清明连假4月2号到5号 在台62快速道路出口到玉龙仓除前 实施谈性的调拨车道 上次的228年假根据我们的统计 我們一般來說如果從我們萬里到我們潔津第二路的出口這邊 以前如果塞車的時候可能開40到50分鐘 甚至更久 那上次我們掉波的時候 甚至有可以大概10分鐘左右就可以走完 一個正常的速度啦 所以說我們掉波在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效果是還不錯的 所以我們會用上一次的經驗 來做這一次掉波的一個參考的依據 一定車流比要達到3比1左右 我們才會做一個有效的掉波 有利各位駕駛的行車速度這樣子 因應掃木人潮 警察局已經在上週26號再度啟動彈性掉波車道 還出動了空拍機監控車流量 掉波車道14一個小時之後 確實能夠有效紓解車流量 我們基隆是蠻特殊的一個地方 很多我們基隆的民眾 他們的那個祖先都放在我們金山腕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清明的四天連假跟清明的前一個禮拜 預計會有非常多的民眾往金山腕去做掃木 所以我們這次的掉波不一定會在下午的四天到八天 我們會配合民眾掃木的時間 我們會來看當地的那個車流量的狀況 來做一個台形的掉波 另外民眾遇到我們掉波 一定要配合我們警方的一個指示 我們在一些路口會把它封閉起來 禁止左轉、禁止迴轉 那你不用擔心 這個時候還是可以左轉、迴轉 過一個路口到兩個路口 往前的話 我們員警會給你做一個指引的一個動作 所以請各位民眾如果遇到掉波的話 務必配合我們警察的現場的疏導 最主要掉波車、車道還是要由警方這邊協助引導 因為引導這樣才有辦法就是讓車流更順暢 因為其實在這邊介龍市這裡算是第一個啦 那第一個的話示範可能就怕用路人比較不習慣 所以警方這邊也是試著去就是示範 其實最主要就是真的就是示範 然後可能作為未來看有沒有什麼考慮 七明年假出油掃墓 提醒價值人避開車流時段 遇上彈性掉波車道 請依照警方的指示行駛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基隆的疫情不斷 短短幾天的確診數將近70例 衛福部長陳時中 昨天特地到基隆參加防疫會議 指出是否在疫情管控方面掌握得不錯 不過他認為基隆疫情恐怕有一段時間 已經蔓延進社區了 因此他提出在基隆要進行類普篩 民眾主動前往位於基隆車站南站的社區篩檢站 進行PCR篩檢 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也前來查看篩檢站執行情形 並到基隆市政府參與防疫會議 陳時中表示基隆市政府疫情掌控得不錯 不過他擔憂基隆疫情恐怕已經蔓延到社區 光靠社區篩檢站恐怕無法找出隱性確診者 因此他提出在基隆執行類普篩的做法 基隆這一次裡面看起來有幾個場域 都有相關的一些病例 那在基隆的本身 大概是有到今天中午有65個案例 我相信未來還會再增加 那整體一樣跟市長跟衛生局 還有民政警政的相關同仁來談 我覺得基隆市本身掌握得非常好 做的也很確實相關的疫調 還有在篩檢站 第一天篩檢的3000多 昨天篩檢2000多 今天篩檢的900多 都有按部就班來做 那不過看起來這個疫情 已經蔓延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擔心跟市長 大家討論的結果 擔憂說在社區裡面是不是還有 那如果只有用社區篩檢站 那恐怕有一些人不見得 有這樣的警覺心都要出來 那在社區裡面 如果萬一還留有這樣的一個案例在 那恐怕就很難去讓它能夠清理 所以我們在香港就說準備在基隆 做有點類普篩的 這樣的一個社區的採檢 陳時中進一步表示 所謂的類普篩就是由中央提供快篩試劑 再透過基隆市政府的民政系統 發放到社區家戶中 由社區居民自主篩檢 陳時中希望這一套基隆模式 未來能在其他縣市運用 怎麼發對象 怎麼樣回報 怎麼樣訓練 怎麼樣教大家弄 這要一點 所以我想要發展出一個普篩的 基隆模式 這些東西是不是說用來就打得票 現在利用這個機會 也把它圍堵住 那也可以給其他地方做一個經驗 那中央將來的時候 也可以運用這樣的方式 來控制有可能的疫情 那我們還有什麼防疫政策需要再提升嗎 除了這個類普篩之外 那當然本來在做的都還要在做嘛 相關的疫調需要做 相關的我們的篩檢站 要弄醫療亮人也需要保留 至於要如何發放核實執行等細節 則將由衣服會執行長王必勝 與金融市政府商討後 再做進一步的確定 希望透過進入加戶篩檢的方式 能確實找出隱藏在社區的確診者 有效阻斷傳播鏈 以防止疫情進一步擴大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而金融市長林又昌表示 新增的案例包括了小吃店及防縱案 都有擴大的跡象 因此他已經要求全市118加838位 防縱人員都需主動到篩檢站來進行篩檢 金融市新冠疫情不斷 3月30號再暴增20例 其中小吃店新增10例 防縱案增加3人 還有二姓高中及南農國中各增1例 以及在高雄服役返回 基隆休假的軍人等 金融市長林又昌說明相關疫情狀況 有關於小吃店相關的部分 那今天有10個案例 那其中呢有三例是原本確診者的家人 那他是原本市政府所匡列居隔的一個對象 分別是案23174 以及案23173 還有案23280 另外有新增市民確診的案例是 相關的工作人員有四個人 分別是案23281 還有案23279 以及案23278 還有案23286 四個人 另外是有一個是工作者的朋友 他是這個小吃店的工作者的接觸者 這個有一個人 他是23290 另外呢消費者的部分有增加兩個人 分別是23283 以及23284 之外在昨天 我們有這個兩位防重的一個業者 那有確診 那今天防重的部分呢 有增加三個人 分別是23172 還有23089 以及23287 牛昌強調 目前防疫重點在於快速隔離擴大篩檢 他也坦言社區有病毒傳播 因此除了由警察局與產發處組成的專案小組 每晚巡查小吃店外 牛昌更下令全市118家 共838位零有執照的防重人員 需主動到各社區篩檢站進行PCR篩檢 我們在今天呢 也透過我們的都發處還有地震處 要求本市所有的防重業者 所有的從業人員 在今天全部都要到篩檢站來進行這個篩檢 我想我們這一部分居然已經發現 在防重有一條傳播鏈的話 我們就要擴大匡列 然後把防重的這一條傳播鏈 把它截斷 金融市副市長林永發也逐一公布最新的疫調足跡 提醒有與確診足跡重疊的民眾 注意主動篩檢 由於陳時中認為金融群聚疫情 還沒有收斂跡象值得警戒 牛昌也呼籲王必勝能進駐基隆 讓中央能力與資源調度更加快速有效率 特別是過去在其他縣市進駐或者是處理大型的群聚案件 時候的相關的經驗 王執行長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跟建議 那其實我是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非常希望王執行長 王必勝執行長就乾脆進駐在基隆市 來協助我們這個相關的一個防疫的工作 那這樣子我們人力的一個調度 還有資源的一個需求 可以更有效的一個反應 因為基隆畢竟不是直轄市 我們更需要中央的一個資源 對於陳時中表示 防疫政策將朝開放的方向去努力 未來以篩檢代替隔離 用快篩取代PCR 希望全市廣發快篩試劑 建立基隆模式 未來作為其他縣市防疫參考 牛昌非常認同也支持陳時中的看法 但是在執行上 還需要進一步與CDC討論 希望透過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 共同努力讓基隆疫情早日和緩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另外市府下令 全市224家兼營卡拉OK的小吃店 停業三天 想恢復營業得另外提出申請 基隆市府會同警方 查獲三家業者偷偷營業 請衛生局開罰 基隆警方會同市政府產發出人員 來到店家 但業者卻一問三不知 疫情爆發之後 全市224家小吃店 兼營卡拉OK 若要恢復營業按照規定 得提出工作人員三天內的PCR證明 並且施打兩劑的疫苗 金融市政府產發處跟警察局 昨天晚上聯合到本市 224家的小吃店 兼營卡拉OK的業者進行稽查 昨天有查獲三家 差不多一於我們市政府 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 進行副業的辦理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出具 從業人員的陰性 三日內的陰性PCR證明 及相關打疫苗的證明 我們已經要求三家業者立即停業 並且補辦相關的手續跟措施 那產發處這邊也呼籲 我們本市有接營卡拉OK的小吃店業者 那如果要副業的話 請務必到市政府進行報備 那在產發處的官網 那我們已經有上載了相關的表格 請檢據相關的表格及證明 那到產發處這邊來做辦理 昨天那三家的情況 昨天三家小吃店接營卡拉OK的業者 那都有開店一夜 那裡面生意大概就是一桌兩桌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的稽查人員進去 就立即要求他們 就是如果無法出示從業人員的 三日內PCR證明 或是相關打疫苗的證明 就請他們立即停業 那後續我們會將相關的物證 那移送到衛生局 依據傳染病房治法進行開罰 本局配合基隆市政府懺罰處 針對俠內列測224家卡拉OK小吃店展開聯合集查 共計查獲三間 未依防疫規定開業店家 將由產發處依法移送開罰 目前疫情嚴峻 監營卡拉OK的小吃店副業 應符合中央防疫規定 只要查獲違規一定開罰 政府決定針對這三間小吃店業者開罰 而爆出翹班喝酒的偵查小隊長 以及陪同的偵查隊長 兩個人染疫之後隱瞞足跡 延燒整個警局 金融市警察局將祭出重誠 本局汪姓林姓圓警確診染疫疑事 經調查發現汪元不叫外出 皆同林元深夜市小吃店與泥子飲宴 且染疫確診後 兩元對於疫調隱瞞不實 至多位同仁染疫 形成防疫破口 以嚴重影響警域 本局本於不輕重 不庇佑 不護短言則 將從重追究當事人責任 並深入了解有無不正常感情交往情勢 於查詩後依規定辦理 當前重點是維護全體警察同仁的健康 本局以全面篩檢並妥適分配勤務 內政部警政署並即時調派 金融港務警察總隊警力 支援本事治安及防疫工作 本局同仁堅守崗位 各項警政服務不中斷 而海洋大學師生染疫 校方緊急完成了全校2664人篩檢 30號再次針對全校大消毒 但對於人為師表的體育老師 涉足八大場所足跡曝光 海洋大學今天也說出了重話 有關於這件事情 本校會等到 本校的防疫工作告一段落 那相關的老師 也完成了他的隔離防疫檢疫的措施 回到學校之後 我們會在啟動學校的 這個校式評審委員會 那根據本校教室倫理守則 做相關的市政的調查 之後由教室評審委員會 來討論如何益處 金融市警察局疫情擴大 一場餐會成了防疫破口 也讓警方顏面禁師 金融警局忙著補破網 將追究兩名員警和主管責任 希望風波早點止血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而金融的疫情持續擴大 南融國中傳出有學生確診 校方表示這名九年級的學生 因為體溫超過了37.5度 被禁止進入校園 經家長帶往就醫篩檢後確診 金融市環保局清潔人員 全副武裝進入教室消毒 這裡是金融市南融國中 3月28號一名九年級學生 因為校門口紅外線熱感應 測出體溫超過37.5度 被禁止入校 並請家長帶回 結果3月29號家長通知校方 該名學生確診 當天下午全校將近160位師生 即進行PCR快篩 這位學生星期一的時候 他進到校門 體溫超過37.5度 於是乎我們沒有讓他進校門 我們就當場請家長帶回 那星期二的時候 他的家長通知我們 說小孩子確診了 那所以我們就立刻通報 教育處跟衛生局 下午的時候衛生局 然後還有市立基隆醫院 就派人來做CPR篩檢 那我們大概一直篩檢 全校師生大概一百五六十人 那我們篩檢到下午六點的時候 才全部結束 那之後我們進行分流放學 配合清銷工作 南農國中3月30號 進行預防性停課一天 確診學生就讀班級 則停課十天 進行線上教學 今天因為我們學校進行清銷 所以我們實施 預防性停課一天 謝謝 那後續還有再考慮說 可能要停多久這個部分 目前這個確診案例的班級 它是停課十天 然後才線上教學 好消息是 南農國中全校師生篩檢結果 包括居隔的25位師生全部陰性 確診學生匡列的13名家人也快篩陰性 牛腸者要求比照惡性及海大模式 發快篩試劑給南農師生自主快篩 160個人全部進行篩檢 篩檢的結果全部都是陰性 此外確診同學的家人 總計有13個人也進行PCR的一個篩檢 篩檢結果也是陰性 那我們也是比照二性中學 還有包括這個海洋大學 在南農國中的部分 來發送快篩的試劑 那這個居隔的一個同學 還有今天預防性停課 都要實施這個快篩的一個檢查 然後每天都要做這個回報 至於這名確診學生如何染疫 金融市衛生局方面初步 一定要懷疑可能與打球有關 因此金融市長劉昌下令 全市籃球場關閉三天 據他的一個字數 有可能是他的朋友的朋友 是二性中學的確診的同學 有可能因為打球 有可能因為打球 所以來感染 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還在做進一步的 釐清跟確認當中 所以我也在這邊宣布 我們本市打籃球的這些場地 即日起我們停止三天 我們即日起停止打球三天 這部分場地停止來使用 這部分也請大家能夠配合 教育處方面則表示 將持續要求提醒各校落實 入校量測體溫 消毒 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共同維護校園環境清潔 記者 張其團 金融報導 集中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 及忌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慈雲寺的財神殿 奉有五路財神 三清道祖與福德正神等 求財不運的香客相當多 每到財神爺聖誕 總是吸引大批信眾 來到慈雲寺 直角求發財歸 以祈求能夠財源廣盡 慈雲寺也提供了財神燈 供信眾任養 到了慈雲寺 可千萬別忘到財神殿參拜哦 歡迎回到中嘉新聞現場 中嘉集團近年來積極投入推廣媒體試讀的工作 除了深入社區 教導民眾如何分辨假訊息 更串聯大專院校 與政大傳播學院合作 展開為期三年的推廣計劃 以中山女高作為首發展 前進校園推廣媒體試讀 讓媒體試讀的教育向下扎根 中嘉數位董事長郭冠群 與政大傳播學院院長郭立新 以及中山女高校長吳立青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展開為期三年的媒體試讀推廣計畫 首站便來到中山女高 透過專業的課程設計 幫助學子培養媒體試讀能力 這一次的文課程 我們是針對高中的同學 那特別是中山女中的部分 我們規劃了六週的微課程 那這次的主題是視覺溝通 由本院的三系的老師 在視覺傳達上面 有專長的老師來開課 那其中一位就是本院的院長這樣子 然後另外也有五校微課程的部分 也有合作 然後呢 當然在中嘉的贊助之下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課程 也能夠帶到離開台北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在暑假的時候 在台南跟台南女中合作 來開一個營隊類型的微課程 也是圍期三天 總共18個小時 那希望可以透過這些努力 讓高中階段的孩子 有機會接觸到新聞媒體 傳播製作以及相關的素養的內容 真的首先非常感謝中嘉集團 還有我們政大傳院的師長們 這個課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108課綱當中非常強調 媒體素養 公民意識 還有系統思考 那我想藉由我們這個 政大傳院的師長們 還有中嘉的贏助 我相信在這些課程的 如何分辨假訊息 更將觸角深入校園 讓媒體試讀教育能夠向下砸根 我們中嘉已經做這些相關的活動 直到第四年 每一年可能就是兩三千萬台幣 在處理這個 那過去呢是就是說 主動就是在教育方面 在媒體資本方面放很多力量 可是我們覺得要更落實 那其實講兩心話 我們錢是小事情 我覺得這個工作是重要的 媒體試讀是辛苦的 所以今天呢 其實我們不是主角 我覺得最辛苦的是 政大的老師 加上這個中山旅中的學生 願意做一個長期這樣子的努力 然後來這個 讓社會越來越好 中嘉集團致力推廣媒體試讀 除了為健全媒體產業發展 盡一份心力 也透過學校精心安排的課程 讓每一位學子 都能在快速變遷的 數位時代下 培養出全方位的媒體試讀能力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嘉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 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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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